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披着厚厚的齐刘海 乖巧的不像这个年纪的孩子 王世玲才四岁 一身公主装扮却不矫情 接地气 节目中金句评评 是大家的开心果 孙蝶才五岁 扎着可爱的羊角辫 是个爱哭的女汉子 跑起来连男孩子都追不上 时间一晃八年过去了 如今三个女孩都步入了青春期 关于她们的争议却从未减少 正如畅销书养育女孩曾形容的那样 女孩的青春期只有十四岁 看着却像十八岁 和童心的男孩相比 女孩们似乎更加早熟 她们会在敲人之间经历改变 更是常常引发父母们思考 面对青春期的女儿 父母想要少走弯路 有以下这三个特征 越早知道越好 青春期的女孩爱美是天性 要多一些尊重 向往的生活心意气里 嘉宾杨子问黄磊 多多现在叛逆吗 换作一般的父母 有一个如黄多多一般的女儿 大概马上就会给她打上叛逆的标签 毕竟在大家的眼里 黄多多是多么特立独行 十二岁 画口红 打耳洞 画浓妆 十三岁 各种千奇百怪的发色 切换自如 红的 黄的 紫的 十四岁 各类成熟造型加持 无数网友忍不住大骂 不正经 太叛逆 声讨黄磊 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女儿 面对翻涌而来的质疑 黄磊给予女儿的是 积极地肯定与支持 她直接说 她没有 几乎没有 她坦言 女儿只是偶尔会有自己的小情绪 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 对此 妈妈孙力对女儿也是表示理解的 孙力说 爱美是女孩的天性 我们尊重她们 你现在阻止她 她将来也会更叛逆 她尝试过了 可能过两天 就不喜欢了 一席话令人反思 毕竟在许多普通父母的世界里 处处都是对美的偏见 爱胆扮的女孩肯定学习不行 女孩子一定得朴素 不然得学坏 读书就得有个读书样 别那么臭美 殊不知 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喜欢穿裙子 照镜子摆弄头发 这些都是正常现象 如果父母总是习惯打击 贬低压制孩子 只会让孩子在潜意识里 变得更加自卑 知乎女神王诺诺 是剑桥硕士 长相很漂亮 但却对自己非常不自信 上学时 妈妈担心她注重打扮 无心学习 就伙同老师一起天天打击她 并且从来不让她穿裙子 这导致她整个青春期 都活在自卑里 长大之后 性格也非常别扭 她害怕别人讨论自己的颜值 去公司年会 甚至故意不洗头 教育专家尹建立说过 孩子爱美 不必太克制 要顺其自然 尤其是正值青春期的女孩 她们的自我性别意识蓬勃发展 习惯通过打扮 这种浅层次的方式 探索个体角色 寻求一定的自我认同感 就像黄多多 她并未因打扮化妆 而变成坏孩子 恰恰相反 她成长得一直十分出色 钢琴 绘画 手工样样在行 热爱生活 自信阳光 父母要懂得 给予女孩适当的尊重 顺应女孩的心理发展 才能引导女孩 进一步拓展认知 不被所谓的美丽 所裹挟 青春期的女孩 性格冲动 要少一些硬碰硬 在爸爸去哪儿节目中 王世玲年纪小 但会体贴大人 懂得照顾小朋友 是妥妥的高情商的 嘴甜小妞 可步入青春期的 王世玲 性格却和之前 四岁时千差万别 在一档节目中 妈妈李湘给王世玲 打电话 语大温柔地道 妈妈想你了 你想不想妈妈 向南以高情商 缺粉的王世玲 却语出惊人 我一点都不想你 没什么事就挂了 说完 直接挂掉了电话 见此一幕 网友怒评 这是被宠坏了 后来李湘 道出其中真相 原来此前 她曾接到 王世玲老师的电话 说孩子 有几份作业没交 李湘一听 气上心头 不管三七二十一 不给王世玲 任何解释的机会 直接就把王世玲 训了一顿 王世玲有委屈 不能说 就趁着妈妈这个电话 发了一通脾气 一时之间 母女俩之间 气氛尴尬 王世玲不服软 李湘也不让步 不过幸好 爸爸王月能 从中调解 不断和李湘说 一定要理解 和尊重孩子的自尊心 李湘这才 打电话向女儿认错 一场家庭大戏 落下帷幕 作家麦家说过 陪伴青春期的孩子 说得难听一点 就是陪伴一头老虎 你得小心翼翼 家有青春期的女儿 父母不仅要有 训养老虎的智慧 还得有眼睁睁 看着温顺小猫 变身成 凶猛老虎的觉悟 由于性激素的影响 青春期的女孩 会在某一个阶段 突然一改 以往可爱 温顺的模样 变得冲动敏感 叛逆激进 许多父母 会难以接受 女儿的变化 不惜闹翻 也要试图 找回自己的主场 可惜硬碰硬的后果 往往适得其反 父母越是强硬 孩子越要跟你对着干 因女儿留下太多剩饭 气急的爸爸 忍不住要和孩子 争个输赢 和女儿大吵了一架 逼得女儿夺门而去 离家出走 因女儿不愿意上学 贵州一位妈妈 竟将女儿捆绑肩进 可女儿不肯服从 最后整整六天午夜 不吃不喝 活活饿死 有研究表明 青春期 大脑的多巴胺神经回路 会变得异常活跃 这种多巴胺的增加 会让孩子 很容易产生冲动的行为 教育最大的危险 就是和青春期的孩子较劲 正值青春期的女孩们 自尊心极强 她们渴望摆脱父母 渴望独立 但又极度需要父母的关爱 需要父母的认同和肯定 此时父母的批评 如果没有掌控好分寸 就犹如往热油里倒水 瞬间能让孩子们炸毛 聪明的父母要懂得顺毛撸 先稳定住孩子的情绪 再引导孩子谈对错 便是非 青春期的女孩需要空间 父母要学会闭嘴 八年前 森蝶还是个说起话 来向连珠泡的小画牢 爸爸们进行划船比赛 森蝶使劲喊加油 水料田亮脚下一滑 进了水里 森蝶瞬间笑开了花 还不忘吐槽一句 我爸爸掉水里了 和小闺蜜王世玲闲坐时 王世玲摇着双腿 不知说什么 森蝶却在一旁 不停找话头 好的女儿会变成天使 想不想 请你以后 要做一个好人好吗 田亮也在多次采访中提到 女儿经常会告诉自己 一些小秘密 那时的森蝶和父母 可谓无话不谈 可现在 话风却完全变了 叶一倩曾在微博 晒出和女儿的对话 和森蝶的聊天 每一句都是ending 妈妈问一句 森蝶勉强营业答一句 一番下来 只有十五个字 随后田亮也在女儿这里吃了憋 森蝶气气地回复爸爸 你能告诉所有人 不要再问我了 字字都透露着拒绝 不知从何时开始 那个天天在眼皮底下晃悠的女孩 开始有了自己的小世界 不再喜欢和父母分享喜怒哀乐了 渐渐地 女儿到底在想什么 女儿怎么了 省了许多爸妈共同的心病 于是乎 有些父母开始喋喋不休地唠叨 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可鸡铜鸭讲式的沟通 非但没能拉近和女儿的距离 反倒弄巧成桌 把女儿推得更远 这样的场景在生活中很常见 女儿想和妈妈谈谈生活 妈妈偏要张口闭口都是成绩 女儿想和妈妈聊聊心情 妈妈草草敷衍 最后还是绕到自己想问的学习上 到了青春期 女孩不似男孩那般大大咧咧 她开始建立自己的隐私空间 逐渐形成自己的闺蜜圈 把父母当成外人 秘密只跟闺蜜说 如果父母上纲上线的讲道理 不遗余力地口头输出 那种不自觉流露出的居高临下的样子 是女孩们最排斥的一种态度 李美景教授说过 在青春期的时候 你跟孩子说话 话要少 六岁之前 父母的唠叨是黄金 十二岁之后 父母的唠叨就是垃圾 她听不进去的 她觉得我已经长大了 你说的那东西我都懂 与其与女儿 剑拔弩张的斗争 不如学会沉默 给予女孩足够的空间 尊重女孩的心性 教育专家观成说话 在《别和青春期的孩子较劲》 一书中说道 受年龄和阅历的限制 孩子们的想法 看法 做法 肯定有不成熟 不准确 不恰当的成分 家长不要服侍 而要平视 以沟通和协商的方式 求同存异 当孩子发现您尊重她时 她是会讲理的 面对青春期的女孩 父母该给予的 不是冷板凳 口号 鞭子拼凑出来的严苛 更不是饼干 猩猩糖果 堆砌出来的宠爱 而是尊重 包容 支持 青春期的亲子关系 犹如一场博弈 当父母试着低下头 弯下腰 去平视孩子 替他加油 孩子也会尽力 抬起头 踮起脚 去体谅父母的付出 正如高晓松 写给女儿的 那封信里写的 这种负责任的态度 是什么 就是说 你要为孩子的成长 帮点忙 青春期 是女孩们 步入成人社会的 中转站 父母的理解和接纳 是他们顺利 度过这个 尴尬期的关键 亲爱的父母们 请大声告诉他们 我的女儿 勇往直前吧 大胆 做你自己 好了 今天的文章 分享到这里 我站在原地 等你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